一阳千玺 一会儿对张义谋下了骨 一会儿被朱亚文垂涎三尺 一会儿和一阳千玺爱得如交四期 不得不说虽然现实生活中的刘浩存堪称鬼剑仇 但通稿里的他真的是蛮像紫微星的 5月20日是刘浩存的生日 当天这位姐买了很多条热门 又找了大批量的水军给自己造势 利用520这个特殊的 时间点给自己炒作甜媚人设 然后有趣的是 当天刘浩存和朱亚文好几年前的一段视频还上了热搜 部分网友甚至怀疑两人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当然这个是不存在的哈 朱亚文作为圈中前辈 只是看在资本的面子上照顾了刘浩存一下 为他过生日 然后这个梦儿子事件过后 到了20日晚上 一阳千玺在自己的网站上 赚了自己二胡拉的两首歌 分别是生日快乐和调皮小星星 这个生日快乐就很是有料可挖了哈 一些网友认为他可能是在和刘浩存秘密谈恋爱 借着这个机会为对方庆生 最可疑的是 一阳千玺发的视频中还闪过了一个存字 就使得这个恋爱瓜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起来了 之后刘浩存的万人迷人设倒是立起来了 但是一阳千玺方面却急了 特意安排了一个存是指存储 的话题澄清所谓的恋情瓜 这个事情罢 这里风批姐这么说吧 一阳千玺和刘浩存肯定不可能的 刘浩存这头之前倒是一直 想要捆绑一阳千玺蹭热度 为此还搞了很多台前台后的小动作 以及捆绑通搞啥的 但是一阳千玺对此很是拒绝 完全没那个意思 至于各种原因吗 一来一阳千玺算是资本花费 大力气捧起来的头不流量 如今他事业大好 根本不可能谈恋爱 二来自从家里的那些黑料 以及诸多的绿茶室发炎被发酵开来后 刘浩存已经成为圈子里的鬼剑仇了 就连合作拍戏 小生们都比他如蛇蝎 何况是谈恋爱呢 一阳千玺要是和他有不一般的关系 后果不仅仅是他房那么简单 是会被连累到自己的演艺事业和商务价值的 他这个人挺能拎得轻的 为了事业甘愿付出很多 绝对不可能和刘浩存发展出 地下情之类的私密小故事 只不过刘浩存毕竟是资本捧着的咖 一阳千玺也不好直接发声明辟谣 所以只能是委婉撇清对方 感谢收看